弟兄姊妹平安 我们思想 上帝好喜欢我们得自由 而神如何使我们得享自由呢 立位记二十五章 提到了喜年的法则 神通过喜年让人跟土地得着自由 神经告诉我们 在六年当中 仍应当努力的耕种土地 修理收藏到第七年 要守圣安息 不要耕种 不要修理 要给扑弊 故宫外人 深处走兽来吃 而七个安息年 第五十年是喜年 神答应我们 要给我们三年的土产 不要耕种 这个目的有两方面 第一方面是在土地方面 各归自己的产业 神提醒我们地不可以永远买卖 因为地是属神的 人只是客里寄居 因此如果有出售的土地 可以买回来 可以赎回 如果无力赎回到了喜年 要地归原主 地可以回到原本的主人 这是土地的法则 人的法则 神宣告 自由 是每一个人可以回到自己的家乡 贫穷的弟兄要帮补 不可以带贫穷的弟兄 如同奴隶 而如果现在真的穷到把自己卖了当作故宫 而到了喜年的时候 可以带着儿女自由地回家 因此喜年 是土地回到原本的地主 得自由 人回到家乡 得自由 这恩典的法则 理由 要敬畏神 因为耶和华是神 以色列是神的仆人 神带领百姓出埃及 赐下迦南地 因此要遵守神的典章 可以安然居住 神为什么设立喜年呢 很重要是 第一个安息 让土地得着安息 第二个怜悯 让贫穷的 让卖自己的 让徒人可以有粮食 可以回家 第三个是信心的法则 神为给我们三年的土产 第四个是自由的法则 欠债的可以豁免 土地财产归回原主 最后一个真理的法则 在这个日子 是我们安静下来学习 真理的时刻 因为人属于神 土地属于神 这是一个恩典的律法 很可惜 在以色列的历史中 他们并没有遵行 而到了耶稣基督 神把喜年赐给我们 就是使我们在基督里 得着安息 我们可以回到 神给我们的应许之福 回到神给我们的自由的人生 脱离切的黑暗跟瑕置 今天我们要得享自由 关键是在耶稣里 让我们遵守祂的命令 走爱人 敬畏之路 我们来祷告 主耶稣我们谢谢您 因为耶稣来要把喜能恩典赐给我们 就是使我们 生活的自由 生命的自由 得到永恒的福分 让我们一起来遵守祢的话语 得享自由之福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的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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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